根据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的调查报告 H3运载火箭的一二级分离后 舰体向二级推进系统控制器发送了点火信号 控制器又将信号传输给二级发动机的控制箱 这一过程已确认正常 但是在控制箱接到点火信号后瞬间 二级推进系统控制器检测到发动机驱动电压和电流异常 随后切断了向下游设备供电 导致二级发动机不能点火 报告称这种异常情况可能是依靠这一控制器供电的下游设备耗电过大 也可能是下游设备发生短路等故障导致电流过载 调查人员还提出一种推断 即二级推进系统控制器错误地检测到了电流过载 据悉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接下来将获取并分析二级推进系统控制器内部电压等详细数据 同时用真实的舰体试验以确定原因 经过多年研发之后 日本推出本国首枚H3大型运载火箭 该火箭于2月17号进行首次发射 但由于电源系统异常 在发射倒计时结束后未能点火升空 本月7号这枚火箭尝试第二次发射 但在升空后不久 因二级发动机未能成功点火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 不得不向火箭发出自毁指令 发射再次宣告失败